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595集 雨落东林 清烟起 他还没等临近呢 王林伸出大地拳头 向后拉开中 松开拳头成掌 向前轻轻一回 与此同时啊 王林左幕内那八个妖星旋转而起 融入王林手掌 随之回去 妖术 烽火成山 天地旋转扭曲中啊 一道道燃烧的烽火 轰轰而起 在王林身边形成八条烟柱 其内妖气纵横 更有阵阵凄厉的嘶吼传出 笼罩四周 与此同时 这八条烽火烟柱内 更有八个模糊的古妖虚影幻化 仰天咆哮 阵阵妖气 轰轰回旋 在王林身体外 急速旋转 远远一看 这八条烽火烟柱 似连接在了一起 成为了风暴 战老鬼的身子 直接就闯入那烽火风暴内 在那阵阵轰鸣巨响下 就要强行破开这风暴冲入其内 但他没有这个时间 其身后 以思狂暴的奸笑中临近 再次与这战老鬼纠缠一起 王林在那烽火风暴后 神色平静 其一拳一挥之后 他的右手停在了半空 食指伸出 向前一指 魔道 生死逆动 思雨一出啊 王林所指之人 正是那风暴外的战老鬼 这战老鬼面色大变 他立刻感受到 体内生机正急速转变 化作死期 更是在王林这一指之下 这整个古之墓地啊 一层层轰然出现了崩溃的迹象 这一层也好 下一层也罢 一或者是上一层的雾气世界 此刻全部弥漫了无尽的死期 这些死期啊 大都是在这无数年来 死亡在这里的一切生灵所化 此刻 随着王林磨动一指 全部凝聚出来 如同烟丝一般 云涌而动 穿透一层层直奔 王林而来 瞬息间呢 在王林四周 除了那烽火妖力风暴外 死期滔滔而来 遮盖了四周的一切 更是因这死期太多 相互沉寂中 似乘海洋 把这旋转的天地 化作了如一片死海 在这死期中 骨魔的气息轰轰而起 隐隐传出鬼哭狼嚎之声 神 妖 魔 古道无仙 王林口中喃喃 伸出的手指成长 向前轻轻的一拍 在这一拍之下 他体内骨质三足之力 极速融合起来 骨神九星 骨魔九星 骨妖八星 在王林体内化作一股 这股力量是道骨之力 是王林施展着神通的最强凝聚 融入王林右手 随着奇异拍中 在王林身前 赫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虚影 这虚影是一个头颅 这头颅之大 与天地其高 在王林身前 在这漩涡的天地内 占据了大半 更是在奇上 散发出一股似悠悠无尽 万古沧桑之气 他的样子 不是叶末 也不是王林 而是一个陌生的容颜 这个容颜 王林也不知晓是谁 但他却是有一种 很熟悉的感觉 这种感觉来自其血脉 来自其体内 那骨足所赐的魂血 若是王林去了 仙刚大陆的 道骨一脉之地 若他看到了 那天空城内 树立的蔑视天地的 巨大雕像 那么 他会一眼认出 自己道骨无仙神通中 所画的这个头颅 赫然就是那雕像 古祖 远处望着这一幕的旋逻 身子一震 望着那头颅 其幕内露出崇拜 那头颅双目模糊 看不清瞳孔 此刻张开口 向前漠然喷出了一道气息 这气息呼啸而动 仿若狂风肆虐 直接吹向天地 吹向那战老鬼 更是吹向这整个古之墓地 狂风起 天地一震 却见古墓的这一层啊 在咔咔之声 回旋间 天空翻起灰色 立刻石化 大地弥漫灰光 轻刻间石化如同凝固 不但是这一层 在这气息垂出中 这古墓 那没有了心脏的最后一层 刹那间完全石化起来 甚至在上一层 那雾气世界内 随着道骨无先散去 那雾气也好 平台也罢 整个古之墓地 在这一刹那 全部石化 战老鬼眼中 瞳孔收缩 露出震撼 他面色惨白中 身子疯狂的退后 甚至连以丝之魁 临近他都无暇去在意 后退中 双手掐掘 从他的蹊跷内 立刻散出七彩烟丝 急速凝聚在他身体外 赫然化作了七彩道人之魂 与此同时啊 其体内七彩第二魂 同样幻化出来 被披风笼罩全身 弥漫在战老鬼身体外 那披风舞动间呢 道骨气息 从其身边吹过 七彩之魂立刻石化 紧接着便是那第二魂 最终啊 战老鬼的身体 也瞬息中僵硬 灰芒一闪 彻底石化 一切似结束 但就在战老鬼与其身体外 七彩先尊 两个红石化的刹那 却是有大片的裂缝 直接出现 轰然崩溃中啊 战老鬼身体外七彩先尊 两个魂 齐齐融入战老鬼体内 战老鬼身子一颤 喷出鲜血 一脸嗨然中迅速后退 他怕了 与之前看到王林 李广公一样 心神被恐惧弥漫 在其退后的瞬间呢 石化的天地崩溃 大片道卷撕裂开来 随之一同的 还有这整个布之墓地 全部轰轰崩溃 第四花所在空间 这黑色的第四花 喷得一声碎水 化作风暴 卷动开来 王林嘴角溢出鲜血 没有压住 喷了出来 其身子 亮腔中 在这崩溃的骨质墓地内 连续后退数百张 眼中露出可惜 更有苦涩 强行施展道古无仙 还是被他逃走 段时间 我已经没有了施展第二次的力量 如果有左眼 骨腰也成为救星 这一战 不会如此艰难 我终究 还不是他的对手 罢了 去第五花 寻找真门 大开洞府大门 借鲜刚之力 将其封印吧 王林暗叹 身子一晃 在这古墓崩溃中 消失了 洞府界核心之地 那巨大的黑气缭绕的顶内 布置着五花八门阵 五花盛开绽放 唯有第三花枯萎 但那八门却是藏在第五花中 与其融合下 这八门可以是一草一木 可以是一人一兽 天地众生 众物 皆可成门 如此一来 想要在这第五花内 寻找那八门中的唯一真门 其难度实在是太大 王林没有头绪 但依然还是要踏入那第五花内 进入这洞府核心之地 最后的一道关卡 第五花的开启 需要七彩先尊第三魂为也 这第三魂呢 是七彩先尊一生的记忆 在这第五花的吸收中 经过奇异的变化后 打开的世界是七彩的记忆世界 天空并非一片蔚蓝 而是有乌云弥漫 隐隐可见乌云后九个太阳 高挂天之尽头 散发出阵阵炙热的光芒 只不过这大地太广 一望无边 即使九个太阳 似也有照耀不到的地方存在 风 带着一丝湿润之感 在大地上扫动 掀起尘土 远去弥漫了这地面上的一片 连绵不绝的山脉内 在那山中无叶吹动了大片的树叶 哗哗作响 在这山脉环绕中 一山而建 一处处刁蓝玉器 一座座大殿阁楼 此起彼伏 远远一看了 不下数千之多 与山脉重叠 使人分不清 是山寸刁蓝 还是殿阁红山 每一座阁楼大殿 每一处刁蓝玉器 全都不一样 种种不同之中 彼此借山脉连接在一起 远远望去 如同山中天宫 一片稀薄的云层 如同白雾仙气 在这山中弥漫 把这天空遮盖的若隐若现 更有神秘之意浮现出来 时而还有数百仙鹤 自明而及 在那山中云雾内穿梭而过 仿若在玩耍一般 那仙鹤上依稀还坐着几人 但却看不清样子 被云雾遮住了 在这山脉之中 在那云雾之后 在那刁蓝阁楼的尽头 在那一片大殿外 一处山峰中 河水哗哗 却是一条蜿蜒的小河 从那山顶流下 在多少年的流淌中 慢慢冲刷出了一条 一丈多宽的河道 流向山下 与此山下方的一处池水连接 又不知分散了多少分支 去了何处 王林坐在这河道旁的 一块青石上 望着河水 皱着眉头 远处山峰上 又钟声回旋 但他没有去再忆 他来到这第五花的世界 已经两个多月了 但寻找真门的痕迹 却是没有丝毫发现 那河水清澈 更有倒影回荡而出 那身影是属于王林 他穿着一身青色的道袍 漆上隐隐散出阵阵清光 显然是拥有一定的防护之力 更是在他的腰中倒带上 拴着一枚被红绳吊着的玉佩 这玉佩晶莹剔透 不是防护 一闪一闪的 很是美丽 真是啊 那河水中倒影的王林相貌 却是与他本人完全不同 那样子唇红齿白 见眉心目 尤其是双眼如深邃 似有无穷魔力 蕴含在内 让人一眼看去 若是同性 则为之折服 若是异性 则必定清目 这副样子 看起来也就十八九岁 可谓是王林此生所见 同性中最为英俊之人 但若是在这张脸上 加上一些岁月的沧桑 与人生的无奈后 则与王林在贪狼那里 得到的七彩雕像极为相似 望着河水倒影 王林尽管度过了两个月 但还是神色古怪不断 进入这第五花 七彩先尊的记忆内 我却成为了他 王林收回目光 坐在那里 抬头看向天空 在他的耳边 身后山峰大殿内的钟声 再次响起 仙刚大陆 这里就是仙刚大陆了 没想到 我在这洞府第五花内 七彩的记忆世界中 第一次踏在了仙刚大陆上 王林抬头看着天空 那九个太阳 脸上露出苦笑 这个世界属于七彩先尊 是他的记忆所化 可以说是幻境 但其内的一切 却是当年发生存在的 仙刚大陆的宗派 果然并非洞府皆可以比较 王林摸了摸身上的道袍 此物的防护之力 可以抵抗问鼎修士 全力一击 这时 到底如何才可以找到真门所在 这一点 或许只有七彩先尊 第三魂自己知道了 如今我的样子 也是受到了第三魂的影响 只是 我能感觉到 并未与第三魂深沉度的 完全融合 我也融合不了 王林伸手捞起一些河水 随意洒开 但就在这时 他忽然眉头再次一皱 苏道 你好大的胆子 众生已经响了两次 你居然还不去公营师尊出关 尖锐的声音在王林身后响起 却见在他身后 从山路上走下一个二十多岁 同样穿着青衫道袍的青年 这青年盯着王林 眼中露出阴寒 哼 我奉大师兄之命 前来抓你回去 守门规则法 那青年冷笑中 走近王林 右手抬起 一把就向王林头发抓去 显然是想提着王林的头发 去往山顶大殿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近在喜马拉雅